高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半生死灵》 电影刚开始,短发女在公车上打瞌睡 但随时却被身后玩闹的几个孩子给打醒了 短发女表示一脸的不爽 随后短发女通过天桥回家的时候 突然听到后面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但是转头后并没有什么发现 但是紧接着一阵阴风吹过 短发女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急忙就逃 但是那奇怪的发声源居然紧随短发女开始奔跑 结果短发女当然是死于非命了 死法当然就如电影名称所说 被结成了两半 画面一转,女主在闺蜜小敏的祈求下 代替小敏向大伟表白 虽然大伟不认识小敏 但还是很草率的答应了下来 女主还在小敏的祈求下 陪她一起去和大伟吃饭 但是出来后小敏就有些不爽了 因为小敏认为和大伟还有女主一起吃饭的话 表面上是自己和大伟在一起 但实际上却是大伟更倾向于女主 小敏阻气和女主走了相反的方向 并且走了那个死过人的天桥 就在小敏感到郁闷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小敏转头的瞬间 看到了一个爬在地上的女鬼 小敏突然意识到不妙 而这时的双腿更是不听使唤的攀倒在地上 结果当然就是小敏吐 发明一转 女主第二天去到学校后 得知了小敏的死讯 感到很是难过 当天晚上还去天桥祭奠了小敏 但是没过一会儿 女主居然听到身后有女鬼的声音 这时女主突然想到了大伟的话 本不想转头 直至女鬼居然变成小敏的声音 叫了女主一声 女主重计转头看了过去 与此同时 女鬼也朝女主的方向爬去 还好中途有大伟的自行车相助 女主跳上车急忙就逃 而后面的女鬼也在马不停蹄的追捕 随着大伟自行车的摔倒 女鬼居然就放过了女主和大伟 大概是因为有女主光环吧 根据以前的说法 即使逃过了女鬼的追捕 在三天后也依然会死去 女主有些不放心 于是找到了表姐 向表姐说了这件事 表姐得知女主见到女鬼后 也向女主坦白 自己也见到了女鬼 于是表姐决定带着女主 一起去找一位教授帮忙 原来在60年前 有个女子从天桥上跳下去自杀了 而且这个女子似乎因为受到什么打击 然后才自杀变成了怨灵 而且女鬼对于红色的东西非常的敏感 随后女主和表姐得到女鬼身前的住址后 就让教授的助手带着过去查看了 随后在女鬼邻居的迅速下得知 这个女鬼身前是个清晨的美人 但是因为被美军糟蹋 而且还是第一次 所以女鬼对于红色的东西特别的敏感 三人得知这个资料后就起身离开 随后送助手回学校的时候 助手提供资料说 在女子自杀的地方有个墓碑 因为女鬼的妹妹在生前 经常会去上香送花 但是妹妹死后墓碑就倒了 半生女鬼的传言也就在那个时候传开了 两人听后为了自己可以活下来 决定前去试一试 经过千难万险 终于在天刚变黑的时候 找到了女鬼的墓碑 而与此同时 女鬼也冲了出来 准备带走女主和表姐 就在这关键时刻 女主和表姐一起将女鬼的墓碑放了回去 两人看到女鬼不见了踪影 这才松了一口气 本以为这样就算结束了 但谁知就在两人开车逃跑的时候 女鬼再一次追了上来 大概是因为表姐的车是红色的 情急之下 两人弃车而逃 当然女鬼也没有再追上来 就在女主和表姐相互寻找的时候 表姐突然受伤 这女鬼二话不说 冲出来就将表姐结成了两半 看来女鬼对红色 还真不是一般的怨恨 定一到最后 女主也因为女鬼的事情 对红色产生了恐惧感 大概是走不出表姐和闺蜜死亡的阴影吧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